前兩天我男人去澳門工作 我順便去找他和他一起玩澳門兩天一夜 今天亦拍了澳門的VBOT遊 希望大家喜歡 因為我去到澳門那陣子 他有少少手尾未弄完 他過來接我之後 就回去玩具反樓城做少少手尾 正式下班我們可以去吃東西 之後我們就乘了威尼斯人的接播車 我們實際上去觀雅街吃澳閣菜 這次來到觀雅街的山道士澳閣餐廳 其實這間餐廳我想試了幾次 但每次都遇上休息 這次終於試到了 這就是我們第一樣點的澳閣果酒 澳閣果酒是橙、蘋果、紅酒、葬白酒的澳閣果酒 這個挺好喝的 但其實很容易入口 你想騙女生 點一渣就差不多 因為它很容易合油 喝一喝你就覺得酒精很濃 但這個挺好喝 但如果不喝就 只有一兩個人就不要點這麼大渣 這次澳閣菜又怎樣可以不吃炸馬介休呢 是一個鹹鹹又有餘味的薯波 但覺得太鹹了 因為是炸蟹的 炸蟹乾 這個很好吃 辣蟹味好像很濃 但有一點點膏味 炸蟹就多麵包汗 去旅行就將減肥和健康的食物暫時放下 這個煎鵝肝肥到真的好吃 但膽固上人士要注意 這個鵝肝不像法式亞維西餐的鵝肝 因為它是另一種鵝肝味 但如果大家很喜歡吃內臟的話 就會很喜歡 它有很大股內臟的酥味 它很喜歡吃 但如果大家一點都不喜歡吃內臟 就絕對不要點這個 因為它的鵝肝真的很酥 很酥的內臟味 等到它過膏、爆血管都少了 有一個煎薯仔 和那個這麼濃的鵝肝是剛剛好 燒牛油 燒牛油 很鹹 我的腸底味很鹹 是太機器加工的 是鹽製的 很人手古老鹽製的腸底味 如果你很喜歡吃鹽製的腸底味 會喜歡吃 薯條 是真的薯仔切的 牛柳好好味 牛柳很好味 它不是西餐那些 很嫩 肉質嫩嫩 牛柳的質素 很香 很香 燒牛柳 但沒有燙焦味 但它是乾的 肉感還在 燒牛柳很棒 如果大家來這間 一定要試這個燒牛柳 吹了 很濃 很濃 它的差略版吹了 老色種來還是 是條骨 這間山道市 我覺得它的蒲國風味 都挺正宗 但大家不要預料是西餐 因為蒲國菜和西餐不同 但我都挺推介它 剛剛在半夜街吃飯 是不是半夜街 半夜街 很黑 我們現在去哪裡 去威尼斯 威尼斯 不是100元台 不是就坐車去錦沙 不是去左邊 現在去賭場 拿力用錢 哈哈 是不是拿力用錢 輸多一點 不可能 很飽 現在肚子頂住 看 是這樣的 很飽 都頂住 你的肚子呢 你的肚子呢 很大肚子 有去澳門玩 都知道 其實觀野街 就是威尼斯人後面 以前沒有這條路 這條天橋薄 走一條黑 很黑的路 這次來到 建了天橋 建了一條自動電梯 方便了很多 對了 我們又去賭場賭錢 現在回家了 買酒店 你給人看看 你又買了些什麼 他又忘了戴底褲 又要買底褲 昨天叫他收拾東西 那時候掛著打機 所以他又撿漏了自己的底褲 之後呢 他現在又買底褲 是耶個人幫我收拾的 我沒有說過 只是收拾自己的 那條而已 之後呢 那間呢 士多佛呢 把名為遊客山 很貴 我來看 買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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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了一包十十元的 卡洛比中薯犬 十幾元之 大紅袍 好貴 最搞笑呢 去那裏是沒有M的底褲 買了兩條紅泡泡 有個福字 紅底褲 這個是叫你不收拾底褲嗎 你收拾的 你說的 我昨天叫你點清楚 你收拾了東西 那你說幫我收拾的 我沒有說過 我說我收拾自己的 那條而已 對啦 不要理他 又忘記戴底褲 今次呢 我訂了金龍 這間比較舊的酒店 但是現在都很貴 都要一一五零一晚 現在酒店真的不是人住 因為剛才走回來的時候 那個屁股鬼呢 外面那個 又說要去賭場玩多一陣 那他推了一陣老虎機 現在回來了 大家看到我帶了肉摩 就知道我要洗澡了 那順便要卸妝 那些紅筋就要出來了 這樣呢 我去旅行呢 很簡單的 其實我全部都不戴摺摺妝那些東西 那一年 就是小小的那些旅行妝呢 我都不戴 但是全部都是以前買東西呢 那個銷售 送很多給他 因為我每次買都去找他 全部都是 Dr.Cdabo的那些 sample 我連 明天化妝的粉底 都是 都是低一些 sample 今次就戴了 Dr.Cdabo的 那個 裸妝膏 因為那些都是 因為都是方便的 折毛液 好硬正啊 射也射不走 折毛液 不知道為什麼 沒想過折毛液這麼硬正 要走咯 走之前 不忘自戀一下 大家有沒有覺得 我有些退步了 我有些強迫症 我經常覺得自己退步了 現在是 放鬆 谷 放鬆 放鬆 我現在是越來越大 這邊這邊大這邊小 現在是 用力 是不是很紅呢 如果大家看昨天的影片 應該比較紅 因為 我被蘿蔔爪酸了之後發炎 走得了嗎 快點 好 拜拜 第二天早上 吃了一間 叫做台灣老店 我吃了很多年 經常在這裡吃早餐 以前叫做台灣頂太風 我自己覺得 出奇地 在香港或澳門 我覺得這間的台灣食物 做得不錯 它是平民價錢 我都蠻喜歡的 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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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六斤 一聲都蠻蠻蠻 吃完早飯之後 來到八百半 也是乘自播車到的 現在八百半頂樓的 老佛爺麵包店 極力推介給大家 去裡面的牛角包超鬆軟的 好大的 你的頭很亂 你的頭很瘋狗 好吃嗎 你好 好吃嗎 但我很飽 但我很飽 很飽 眼闊套窄地吃了牛角包 走了一會 八百半就走了 之後我們就在大餐巴 走了一會 本來想去吃二順 嘩 很多強國人 全部的店舖都改了 像香港一樣 全部都是萬寧莎莎買 強國人的東西 終於走了一會 受不了 就隨便坐下 去Starbark喝東西 嘩這杯難喝到 好像屎水一樣 原本第二天晚餐 是想吃MGM的自助餐 不過已經充滿了 然後她又說去沙利民 之後她又說不想吃 走了去新蒲京的The Kitchen 最後都是不吃 最後去了三井 現在的日本菜 又沒有洞味 又沒有洞味 這間三井的日本燒烤 我們無意中找到的 就是在新蒲京後面的平民巷子裡 大家看到 它的質素都不差 刺身 我覺得合格的 可以的 會比回轉壽司的新鮮 我自己覺得 整體來說都OK 但其實它燒的 燒的東西 和熟的東西 我覺得好吃很多 但因為我們還有一個小時 就要搭船 講船的關係 就沒有吃到鐵板燒 希望下次可以吃它的熟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覺得它熟的東西 比較好吃 吃完飯之後 就搭船回香港走 今次這麼短的分享 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